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昏暗的清晨 他拼了命的跑上前去拉住奶奶 恳求得奶奶和他一起回家 可是 无辜之伴瘦弱的奶奶就挣脱了 并且 带着肯定和知足的口吻 对尤美子说 他想要死在家乡里 懵懂的尤美子松开着奶奶的手 任由他朝着自己理想的本地走去 晚上 妈妈安慰他说 不要担心 奶奶或许会走回来的 可是自从那天后 尤美子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奶奶的消息 他始终认为 是自己间接造成最爱的奶奶死亡 更让他迷惘的是 他的内心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奶奶会主动坦然接受死亡 仿佛这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 仿佛生命没有结束 只是在另一个地方 继续生活 于是当尤美子又曾经在奶奶离去的困国当中时 他看到了被接登唯一照亮的孕夫 这是他未来的丈夫 也是他一生的挚爱 后来 轻微主板的他们顺利结成了幸福的小家庭 结婚后 他们依旧像书店那么甜蜜 有妹子很爱岳夫 非常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滴滴滴滴 他会一边责怪岳夫偷付人区的自行车 来报复别人偷他的车 然后一边重立了和他一起为偷来的车 图好崭新的 绿色油漆 会常常站在岳夫的房子工厂外 看到认真工作的样子偷笑 会在岳夫发现后 两人就这样微笑的对视 会时不时散步到常去的小餐厅 喝一杯乐咖啡 有些在餐厅时 油妹子看上了餐厅的小熊上 挂着一串粒粒作响的绿色铃铛 于是 带着小恋心的他 把铃铛取走 挂在了预夫的钥匙上 预夫欣然接受 预夫是个安静又温柔论人 他或许也像油妹子爱他一样爱着油妹子 在路流水般的岁月中享受着幸福 可在儿子永远出生没多久后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那时在一个雨后的傍晚 预夫在雨停后和工厂 特意骑着回家拿了一把伞 在家的油妹子 欢欢喜喜地与他回首告别 看着他的背影慢慢离去 像岁月中的每一个早晨那样送他离开 可是 这次却是最后一次 在狂风大雨的深夜 油妹子没有等待孕夫 却等待一个陌生的警察 他还无不清地说 有个人在电车轨道上发生了车祸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丈夫 油妹子眼一滴眼泪都没有留 恍如一个木偶跟在警察后面 最后 他看到了一串挂着铃铛的钥匙 警察告诉油妹子 当电车要开向岳夫时 岳夫既没有躲避 也没有惊慌 只是温柔平和地 躺在了轨道上 油妹子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的灵魂仿佛已经脱离了躯体 只有下空洞的露身 他再次陷入一望无际的迷惘中 他宁愿这是一场意外 也不愿相信 岳夫是自杀的 所有人是温富的人 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有美丽温柔的妻子 还有一个才三个月大的孩子 有一个安宁享和的家 而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这个存在人们脑海中的疑问 注定是没有答案的 油妹子的思维 似乎已经抽离了大脑 他不知道该去想些什么 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陷入了怀疑 他糟糕的状态 拟败了母亲的担忧 于是母亲亲自搬来 照顾才三个月大的佣 只有油妹子的伤痛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慢慢的胆化 但却从未忘记过 尽管人们常常选择心理遗忘 让自己痛苦的事情 可是这也是如烙印一般 老在油妹子的心地深处 一旦响起的时候 就会格外的疼痛 几年后 金山娘邻居大妈介绍 油妹子嫁给住在 偏远小渔村的懒人 她坐了很久很久的公交车 她在等永 到达了这个小渔村 小渔村的风景很好 海边停高的大大小小的船只 油妹子这片风平浪静的海湾中 满足地生活着 海天一色 天地宽旷 一切都蒙上了一片朦胧的雾色 油妹子在寒冬的时候 到了这片港湾 跟大妈介绍了明雄 明雄 相保温和善良 这个过日子的好人选 而明雄也是在婚的 天气去世时 又嫁了一个水银的小女孩 明雄的父亲也同住一起 从此 他们一家五口生活在了一起 他们很快就组成一个温馨的小家 没有监督的排斥 也没有什么不合 孩子们在他帮的天地中 一起玩耍 这里的男人出门工作打鱼 女人们 在家仔细地不持生活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一切都平和自然 游宫的时候 英雄万代的游妹子 必须是席上感激 不出宫的时候 娘人就一起在家里休息 连着夏天到来时 一家人依然都坐在通风的走廊上 乘凉 吃西瓜结束 日子 如流水般地走过 游妹子渐渐忘记了岳夫 李奇的死亡 可是游妹子 就必须回去 参加第一个婚礼 她再次走过和岳夫 一起走过的街道 一起去看得住过的小房子 站在当初头小渔夫的地方 看得见他空无一人的工厂 往时 路超水一般向他涌来 看着他心里的爱上 加倍地给他遭到痛苦 那个像名一样的答案 再次困扰游妹子 而回到游村的她 就这样开始先入一个人的世界 持续性的欲欲寡欢 莫然不语 忽然 一点狂风暴雨 席卷了整个小游村 台风 她破了往日的安宁祥河 可糟糕的是 游村里的一个善心的老婆婆 曾出来抓螃蟹 她找游妹子挥手的时候 也是那么的平和安详 游妹子心底不可二知的 生起了一股恐惧感 她害怕身心的婆婆 也这样一去不复返 墙中的丈夫 决定出海寻找婆婆 然后直到天完全变黑 都没有找到婆婆的踪迹 游妹子呆呆的 都在房间里 人有泪水 打湿了脸庞 户外呼啸的风声 哗啦啦的 打在门上 发出了下来的声响 忽然 一阵急促的强门声 打破了呼啸的风声 传入游妹子的耳中 人为婆婆 顺利的游了回来 球里还抓着 答应给游妹子的三只螃蟹 游妹子终于放下心来 沉默地去洗螃蟹 可是埋葬她心底的迷惑 始终没有解除 除此之外 她有一件事不明白 那就是她不明白 生爱自己的前妻的民凶 为什么会学自己 民凶没有给她答案 第二天清晨 迷惘的她 一个人在广袤的大地上 闷入目的地游荡 她看到远处渺茫的景色 走过一队平和安详的人们 他们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 如同去赴一场圣神的炒灰 她像受到感召一般 是人的 跟随在后面 着到黄昏的时候 民凶站在灰暗的水色中 看到独自站在海边的游妹子 看到匆匆赶来的游妹子 游妹子总问出了 压在心底已久的问题 孕夫 为什么要死呢 丈夫最终借着 有着相似经历父亲的话 说出了那个接近 实时的真相 爸爸曾经说过 大海 才召唤着她 当她住外感到孤独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一束美丽的光 在眼中闪啊闪啊 召唤着她 我想 这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游妹子苦苦思索的名誉 或许 终于有了答案 她终于释怀了 当这样的阳光正好 微风合唱的时候 她终于可以疏心而自然地说一句 今天天气 真好啊 片名 幻之光 其实游妹子一直无法释然的事情 是预复为何想要自杀 自在对于活着的人而言 是一种打击 对于死者 一定是充满了极致颓废 才会做出的极端行为 游妹子其实一直在自责 自己的爱 竟然无法留住与父 她想要一个答案 甚至可以理解为 想要一生再见 就管路游妹子最后看到的朝会 那对死者和生者最后一次告别 之后 就死者藏以哀 生者 则开始生活的轮回 而即使这个世界的死亡 任何人都无法掌控 生者所想追寻的答案 其实不过就是 自己活着时的精神世界 所抓住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种寄托 不过 死之中 生之恋 任何死亡的理由 都只是一个劝慰 我们终究无法改变 这最后的结果 我是少年 一位从不搞笑的电影解说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领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